各位早晨 今天是11月26日星期四 美股方面在高威度有回落 因為前一晚道指和S&P創了收市新高 有一些股份偏遠 科技股繼續強勢 道指收跌173點 跌0.6% S&P500跌0.2% 納指強勁升0.5% 所以未必一定看著指數去交易 雖然有大致的氣氛影響 但只要不是大跌的情況 其實總是好看你買什麼股 其實買都好 自然就升 所以未必因為這些短線消息 而交易得太多 其實我自己買的 當然表現很好 美股方面 即使整體來說 其實雖然30,000點暫時站不穩 但都是一個強勢 港股相對上 今早早就微升25點 開曝26,695點 昨天去到27,000左右 就出現一些沽壓 相對上 如果你對比的話 看到市場上的 港股這邊 即是高位要沽貨 情況是比較多的 但也未能夠見頂 我覺得不是太差 雖然未必會是這幾天 未必會加貨 未必會加倉 但持有的倉位 我覺得都可以繼續拿著 你觀望一下究竟 現在會見頂還是怎樣 因為有兩種說法 但我覺得雖然昨天高開低酒 有些菇牙 但情況未是太差 可以先觀望